一个故事一部童话 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老鼠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食物链中最渺小的一种生物 几乎人人都可以将它制服 可如果有一天它同时遇到了两个天地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冰天雪地的森林中 一只饥饿的狐狸正在寻找食物 突然一只灵脚的小老鼠引起了它的注意 显然老鼠也已经察觉到了狐狸的存在 它飞快地向前跑去 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 爬到了一棵树上 然而不巧的是 这只树上有两只猫头鹰正在打屯 要知道对于猫头鹰来说 老鼠也算是这冬季中不可多得的美食了 小老鼠悄悄地走到它们身边 想要鬼装成一只小猫头鹰的样子来骗过狐狸 可是小滑的狐狸依然搬动树枝 成功地将它震落了下来 而且此举还惊动了两只猫头鹰 于是猫头鹰和狐狸开始了争夺食物大战 小老鼠架在中间 可以说是十分的恐惧不安 要知道 无论落在谁的手中 它今天都是必死无疑 趁着猫头鹰盘旋在天空的时候 小老鼠悄悄地逃走了 然而却被狐狸追了上来 可这次不巧的是 它们不小心从滑掉的冰块中 坠到的深海里 狐狸是通水性的 可当它看到逐渐往下沉的小老鼠时 省不住动了侧影之心 它游了下去 将小老鼠抛到了岸上 可这一次 它自己却被冰块给压住了 看到这一切的小老鼠拼命地压动冰块 终于带给了狐狸一点生机 就在此时 猫头鹰飞了过来 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小老鼠 仿佛这美食已经浸在嘴边 就在这时 一条棕色的尾巴团团围住了小老鼠 是狐狸来了 它露出凶猛的表情 成功吓走了两个猫头鹰 然后 像没事发生一样地放走了小老鼠 它以为自己就要 咕咕咕单单地前去寻找食物了 可没想到的是 小老鼠站了个圈后 竟然回来寻找它 显然是一副不怕它的样子了 它们仿佛经过这事情以后 成为了一对挚友 尽管它们种族不同 可两个充满善良的人 总会在这寒冷乎比的森林中 带给彼此一丝丝温暖和爱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